喂 老婆 哎 我到停车场了 你辛苦一下走下来吧 上边帮我停车 哎 好 哎 先生 先生 不好意思 不是 我今天不在客 是不在客还是聚在 信不信我到出租办搜索你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了 赶紧走 我还有重要事情要办呢 开下后备箱 放行李 那个 美女啊 先来后照啊 什么 不是 老婆 是他们自己要上来的 反正都是到市区 我就再他们一程吧 你不是说了吗 今天专程来接我的 怎么还在上课了 不是 我不是怕他们可能对我吗 反正就一会儿啊 就一会儿 你这人啊 永远都是这样 怕这怕那的 那你 哎 你这啥意思啊 哦 大哥 这呢 是我老婆 我本来今天呢 是专程来接他的 然后没想到 你们就先上来 你这意思是 还是要聚在 我这电话还是要打了 哎 不不不不 我 我的意思是说啊 你看 反正 我们都是要回市区是吧 你 你也不介意多一个人吧 你说什么呀 该记忆的人是我 哦 哇 你生气吗 我们就当 众人为乐啊 哎 真是蛮有意思的吧 啊 好了 好了 为你同行 我不介意的了 对嘞 那咱走 哈哈 你才 可是咱俩相聚 就不要再走了 哈佛拉 这个是你说的啊 不要再离开我 哎 你知不知道啊 我每次见到你 我就忍不住你 很久了 我 什么都不用再讲了 我知道 我中有你 你中有本 你什么 什么狗 开车啊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我想拖 哎 你们到底啥意思啊 а 啊 去再不乘 就重新使唤是吧 我告诉你们啊 不许投诉你们 哎不不不不 投诉什么呀你 什么巨仔啊 我们根本就没有 豁富你们 是你们俩 elector precedent Neill 你总是敢投诉 还把我们俩认着 我告诉你啊 你要把我们俩认着 我立马报警 什么人呐 是不是 我是怎么见过呀 还恭贺我 喂 什么 在哪里 万家医院医院 赶快走 去万家医院 我们赶快走 啊 同一家医院啊 你走啊 停车 大哥 这车可以开到里边的 你要不要在这里想 为什么呀 咱俩的事 我还没跟我爸说呢 你要是进去了 我怠惯他老人家病情会加重 听话嘛 我爸完事就来找你了 那好吧 那你住的要给我打电话 来 来 你怎么不坐车啊 你怎么不坐车啊 你来这什么引擎啊 钱都没给 我们走我们走 你怎么不坐车啊 没事吧 爸 爸 在这里好 爸 爸 怎么回事啊 啊 好好的 怎么都这地方呢 又是你 怎么又是你 老公 老公 你们认识啊 老公 他是你老公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会认识他呢 我还不想认识你这么恶心的人呢 对了 妈 你今天不是在打麻将吗 怎么到医院来了 是啊 爸 你今天不是在打麻将吗 爸和这个阿姨一块儿送来的 来的时候心跳加速 传声出汗 还头晕 应该是受到刺激 或者是受到惊吓导致的 一块儿送来的 嗯 爸 你们这位阿姨不认识吗 不认识 哦 不认识 到底是认识的 不认识的 儿子 我实话跟你说吧 今天我根本就没去当麻将 我和这个采修阿姨啊 想要去参加那个都市一日游 我们去玩那个摩天轮 结果到了半空啊 都感觉不对劲了 所以下来 就直接拉到医院来了 妈 这是真的 爸 你不会是在跟这阿姨约会吧 行了 这事情啊 已经到这份上了 我就实话实说吧 我跟你王叔 再处理一下 爸还挺快来世的啊 一把年纪 啊 博尔博天轮 还泡老太太 还真是老灯一状啊 妈 怎么说话呢 你说谁恶心了 你看你爸 我 这里是医院 不要大手大手的 现在爸和阿姨 最重要的是静养休息 看着这些人 我妈能静下心来吗 我妈要转院 嗯 走 走 走 这两张管哪张啊 哎 我别调的 这张 小王哥 幸亏你来了 不然他们可要放大炮了 老板娘 别有小王哥小王哥 赵这么甜 方老师啊 明朝有处 昨天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我这不是有事情要办吗 怎么还哭鼻子了 你还精神气呢 好好好 我现在就过来 十分钟 那我啊 好好好 那个我现在就过来 你怎么在这儿啊 爸也没在病房里面 找遍整间医院也没看见爸 那手机还在里面上呢 你说他是不是 他怎么回去了 爸门都这么大 人家怎么会丢呢 我说啊那个院里找我有事 跟我谈复传症的事情 哎呀 说不定啊 爸已经到麻将关里打麻将出了 哎呀 去放心好了 下来帮你去看看啊 我走了啊 我赶时间了啊 哎 我有事出去一下 王医生一会儿就到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的 我知道了 去吧 小王哥 小王哥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和刘姐妈妈呀 初恋 都喜欢到我这里打财 嘿嘿 你们两个呀 能够走到一起 可是我们麻将多亲的我们见咯 以后喝喜酒的时候 别忘了我们啊 嗯 对 就是 我们啊 都是你哥在这人 你真的在这儿啊 哦 哎 哎 老板娘 你来帮你带一带 干啥了 责带你 责带你了 我和楼下麻将馆的老板娘 是好朋友 闲着没事的时候啊 这个总要约几个朋友 到楼下麻将馆街 都都乐 那刘阿姨啊 也是经常来打麻将 这一来二去的 我们就 爸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懂 我和刘阿姨啊 是真情相爱的 这是他爸呀 当年 说我是当过兵的厨子 就 哎 你不反对我跟刘阿姨吧 爸 我不反对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看您辛苦了一辈子 我们做子女的呀 应该祝福你们才对 其实我挺惦惦着刘阿姨的 他女儿把她带走以后 就一直联系不上 这楼下的麻将馆 是我们相约见面的地方 所以 我就想到这儿来碰碰她 你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我干什么丢人现眼为老不尊呢 你爸死得早 我一个人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 现在你成家立业了 我老了 我为什么不可以 自己的新生活呢 我跟你王叔叔 我跟你王叔叔是厨子 我跟你王叔叔是厨子 明天他在之中是你 你妈 看你啊 看你啊 看你人是厨子的 再说了 你跟高老头子 他看你什么呀 他不就是看你们的房子 和我的寿司店吗 呀 人家老王头子 根本不知道我们有几个房子 还有什么寿司店 你怎么知道人家家人不了解 你怎么知道人家儿子是流氓啊 妈我跟你说 那天我和志坤从机场回来 他 他 车 他带了一个女的 在后台座摸来摸去 亲亲我我 跟他儿子 没想到一到医院 又叫那个医生叫老婆 这种脚擦两只船的无耻之徒 他不是流氓 他是什么 累吧 人家老王说了 他儿子在学院可是副教授呢 他是教授 他是秦少还差不多 有其父必有其子呢 他做什么不好 他要带你去做那个什么摸天轮 他害命嘛 哎 可是我提出要去做的呀 那不是 那年我和老王初恋约会的地方 妈 你就这样吓吓给那个老头啊 怕要是全下表知 他还不能笑话你 没眼光没品味啊 你少说两句 妈病刚好 不要你管 妈留下 我可不想像你这么窝囊 窝囊 那你当时为什么嫁给我 那还是扯这之前就有了苗苗 苗苗 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苗苗我们才走到现在 我一直在进步 你却一直在原地踏步 我 我没能耐 好我只会开出租车 你有能耐 那你也不能阻止生你养你的妈 老了之后找个老伴也要天年吧 曹志涵 你 我告诉你 这个没你说话的份 好 没我说话的份是吧 行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行 别闹了 依妃呀 孩子都六岁了 咱们说什么她都能听明白 别闹了 妈 我今天把话撂着 你跟那个老头的事我不捧你 我今天晚上就把苗苗送到她的老师家去 反正你和妈都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苗苗了 王大川和刘彩秀原本是初恋 因为父母反对没能在一起 三十年后 各自丧偶的两人在麻将馆重逢 旧亲复然的他们担心儿女反对 所以才偷偷结伴出游 没想到意外发病 却让两人的恋情被迫曝光 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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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见自己出来的 那还没来的 等会儿吧 嗯 王老师 十万 来到刘阿姨啊 快点 哎呀 刚才这么正 就是我介绍了啊 我再来走 好 我 你是彩秀的女儿吧 我们在院见过面的 你妈妈呢 来 这水很远了 你坐啊 这个 我爸啊 最近 有没有跟这老阿姨有点吓 我又没跟爸住一块 你是他儿子 这话带我问你了 以前爸喜欢吃什么爱上奶玩 你是一问三不知 怎么这会儿想你管爸的个人问题了 你和我一块进去 我不要不去了 你自己去吧 我就在车上等你啊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 你跟我妈的事儿 我不同意 你的事儿 轮不到咱们晚费同意吧 咱俩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在医院闹就算了 还到这儿来闹 让左林右舍看笑话 不想我闹也行 远离我妈 不要再打她的主意 这真爱不存在谁打谁的主意 真爱 你是火星上来的吧 你也相信老头老太太有真爱 我妈手上可拽着好几套房产呢 怎么想倒插门啊 我根本没想过你妈的房子 我们要真结婚 我是族居 那也是住我那儿啊 你们连同居都想好了 还不不害臊啊 他们俩结婚住在一起 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有什么好难为情不好意思的 这么大方 思想这么开明 难怪你老公在外面 说谁呢说谁呢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怎么啊 想当女人啊 啊 我说到哪儿了 到底想怎么样 怎么 你怕了 啊 你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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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没有 你儿子他也表态了 他也不同意 江华 这是办事里的事儿 你没有权力反对 我是他亲生儿子啊 我为什么就没权力说过来 算你实相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你儿子也已经表态了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我再也不想再见到你们了 我们还 什么 什么 你去找王伯伯了 他把我妈迷得神魂颠倒了 我去就是要表明一个态度 让他别再痴心妄想了 可是你怎么这么无聊呢 人家老人家谈恋爱关你 什么事儿 哎 曹志坤 你好歹也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 你别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王老头那边 我是已经谈好了 我妈那边 就交给你去谈 可别啊 你不刚才说吗 我呀 就是一上门女婿 我怎么敢去管赵母娘的事儿呢 什么事儿都别指望你 你呀 只要不跟着瞎唱和 就算帮我大忙了 狂妄自我 来不叫你 这就上成语了 就是啊 跟着说 这个是你让我说的啊 自以为是 野蛮粗暴 欺人太甚 狠行霸道 怎么没货了 继续啊 就你那点文化 我 我懒得跟你争 回家查字典去 你就别查字典了 我就教你一个字 滚 遵命 哎 查字换 查字换 来的 来的 来 不准确的话,会不会抛弃我吧? 我怎么会抛弃啊? 那,你就选个良辰吉日,把我娶回家,给我一个名分 最终,酒店的日子,我已经收购了 亲爱的,我不是跟你说过来吗? 让我和我老婆留恋,但现在是在关键时候 咱俩的关系暂时还不能过 亲爱的,我看中了一套房子,租金很便宜 所以,就是有浴缸太小 浴缸太小,就买大套啦 我等你好了 好 这里就有个大浴缸 咱们好好试一试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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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被扣了 行行行 我接受出吧 好 吴亦菲你知不知道 拖车一个小多少钱 妈 回来了 妈 你都躺两天了好了 还打扮这么精神去哪儿呢 好了 那个婚纱店打电话来说 我跟老王的婚纱照弄好了 叫我去取了 妈 你放心吧 我呀 支持你们 娘娘怎么样了呀 妈 呃 苗苗呢现在在老师家 你放心吧 老师挺负责任的 呃 依菲现在 情绪不太好 如果苗苗在家看见了你不好 这依菲这人的性格呀 就跟我一样 认准一个礼呀 你也不回头 你看看 她现在把我钱包也给藏起来了 我 我这门都出不去呀 妈 我送你吧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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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回来的时候啊 发现有点堵车 要不 我送你坐轻轨吧 哦 那行 哎 谁呀 来了来了 谁呀 哎哎 你是谁呀 你 你是谁 啊 你这干啥呀 今天不见东西 进来就 不错吧 呵呵呵 这年看着咱就要结婚了 这婚纱照 总不能不摆在新房里吧 呵呵呵呵 新吧 它是咱们这一头的 哎 哎 那妈 王伯伯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啊 辛苦你了啊 哎 走了 哎 你女儿不是不同意我们的事吗 你就不怕她是余子诚啊 智坤这个人呐 特别老实 他可不会两面三刀的 来来来 欣赏一下咱们的婚纱照 哎 是你啊 你这是 啊 我爸身体不好 我每隔几天就把中药给他送过来 这什么药啊 为什么不一次多买点 哦 这是我从城北的老中医那里要来的方子 不能冷藏也不能自己熬 一回呢 只够吃两三天的 这城北离这儿 二三十公里呢 吃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没事 哎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呀 哦 我呀 送我丈母娘来的 偷偷来的 哎 你们家那位呢 江华也不同意 不过 爸真的要结婚 他也阻拦不了 我看呀 他也是有苦衷的吧 鸡呢 这婚纱照啊 我们俩都拍得挺有气质呢 就是边框差点 哎 狗子 过两天 我们把结婚这个领了 我们一起 再选一个喜庆点的边框 啊 黄框 对啊 白秀 我们俩的婚姻 能不能再缓一缓 啊 黄框 啥 我们俩的婚姻 我们俩是这么多人呐 姐妹 当时我们俩要结婚 你现在叫黄框 你 你 哎 网上可说了啊 你俩的 黄框案 都是耍流氓 哎呀 你都说了什么呀 这还被这女儿给逼的吗 啊 一飞他来找过你 真是太不像话了 居然赶来找你的场 她当时的态度很坚决 呃 当时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也在 都不同意 狗子 咱俩结婚 干嘛要他们同意啊 那没有儿女的祝福 这婚姻能幸福吗 我 我做主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明天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来个仙长后照 嗯 这样 晚上我就不回去了 苗苗走了呀 那一飞呀 又是那个老德行 这 可 这好吗 有什么不好啊 呃 居宽 你怎么回来啦 啊 我手机忘拿了 爸 我给你送中药的 那刚才我们说的话 你们都听见了 啊 爸 我支持你 你是跟刘阿姨结婚 又不是跟他女儿 可是要是结婚 我总得和他女儿相处吧 哦不不不你看 你和他女婿 不是相处都挺融洽的吗 妈 黄伯伯 无论你们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们 嗯 如果说 呃 暂时这个有什么事 不能告诉叶飞的呀 你们放心 我的嘴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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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女婿和媳妇的支持 王大川和刘彩秀 这对老年抗力 终于鼓足勇气 打算先斩后奏 把结婚证扯了 然后再对双方儿女解释交代 可好是多么 并不是每件事都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是服务行业 就要二十四小时都保持微笑 那怎么样才能保持微笑呢 就要保持愉悦的实情 哈哈 再过几天 这个父子就可以活掉了 哈哈 太好了 所以 我准备帮你们四个月的工夫 真的吗 老板 停 就是这个笑容 保持下去 对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你们这里的海灯怎么样啊 是你 你走 这开门做生意啊 为什么我就不能进来 那你要点点什么呀 发生不到火干什么呀 我说 就凭你妈和我爸先生的关系 住不了多久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这一家人到这里来吃个饭 总得给我吞了 干什么 我正在给你的搭领 介绍几道菜 一道 叫脚踏两只船 另一道 叫痛打落水狗 那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呀 我警告你 别指望咱们会成为一家人 你要是不阻止 我就把你在家里红旗扑倒 在外面采气飘飘的事 给捅出去 你敢不行啊 那你够打试试 好 好难不跟你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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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不Р 你今天不是晚班 怎么那么晚天回来 还不是因为你 去江景队租车了 你知不知道 那个脱车衣服多贵 你又出差啊 对啊 明天一早 有个日试料理交流会 我订了晚上的旁班 你要帮我照顾好妈 放心吧 妈 妈 妈我明天出差 妈 我又不是二十四小时监护吗 二十 你是不是跟他王老头 又去什么一日游了 对不对 他是不是同居了 你飞 能不能消停点 你把茗茗带走已经够伤妈的心了 你非要把他逼进死股肚子吗 再说了 妈和王伯伯婚纱事都照了 你能不能别 你说什么 你这么开了 你这下一步 是不是教理你结婚证了 我怎么知道 这是他们的事 你老听说 你收拾我 喂 喂 姓王的 你知不知道 你爸跟我妈 都已经拍了结婚照了 说不定过几天 就要去领结婚证了 你得阻止 哎 这就差不多 爸 爸 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来试试看 不是 平时不见你来 肯定是无事些引擎的 就没什么好事 爸 看你这说什么话 我可是你亲生儿子 父子啊 知道 这上子麻将管的事 让你太开心了 但我这东西为你也不懂 你能想想看 你要是跟母老婆的妈妈结婚 那不就是羊肉虎口的呀 那不就羊肉虎口的呀 你能想想看啊 来吧,你试试啊 我智商有那么低吗 行了,你就别耽误功夫了 我和刘阿姨啊,明天就结婚 真是想不到啊 这个刘阿姨动作倒是挺快的啊 非得让我的鼻子被她女儿亲自走 说什么 意思是说啊 你们长辈的事情,我们小辈子不应该插手 但是,你们也不能这么顶风作案吧 你别小看我们老年人 倒是你 我听雨显说,你三天两头都不着家 那学院真有那么的事吗 行了,你自己先管好你自己吧 我的事,就别操心了 妈 哎哟,妈 我求你了,好不辣 你们俩接的货 我现在麻烦就大了 我跟你说实话 哎,你不是这样啊 哎哟,你不是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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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哟,我不是这样啊 就 form 这个我们完ient两 Battle 我们又不是到海边去度假啊 我们又是到海边去度假 pro 增加点防护措施,不行啊 走走走 你把身份账户口板照片这些都带来没有 都准备好啊 给我 一会我吃饭 哎呦 怎么没你那页啊 不可能哦 哎呀怎么回事 哎呀我说你真是糊涂了 走之前怎么不检查一下 要不 我们先上去看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我其他的信息都有 哦 你以为 那是到菜市场买鸡蛋了 差几毛钱咱们可以通融一下 行了行了 今天办成咱明天还可以办呢 走 走家去城市 给你买盏吊灯 你那吊灯啊都坏了 这事情都给你办法啊 我警告你哦 不要再威胁我了好了 对了 听说 今天你的楼下好丑啊 咱们楼上我要咋 哎 哎 怎么呢 这事 你先办完了就快点不得了 先生 您这地方是要还是不要啊 不要 叫什么 哦 哦 我这样这样 所以不要不要吗 有没有什么我妹妹 懂 懂 不要 不要 这是 你能擦 走再看看 要付完款才说不送货到家 还要自己安装 就算我们老年人眼神不好啊就是 算了 算了 不送就不送吧 我到外面找车去 去 去 哎 这东西拉回去还得自己安装啊 你会吗 对 这样吧 我跟志昆打个电话 叫他来想想办 林医生 去哪儿啊 哎 是你啊 哦 我刚出完诊 这个时间很难打车 哦 对 现在正在交班呢 你上车呗 我送你 哦 好 外妈 哎 行 好 能马上过来啊 哎 嗯 那个 你要有事 我就另外打个车走吧 哦 不是不是不是 是我丈母娘打来的 他让我帮他去拉点东西 哦 对了 那个 王伯伯也在 哎 他们不是经验领证吗 对啊 要不我们过去看看去啊 谢谢 这一段 又不是国际评论 我们再去看一下全景课 啊 全景课的那质感呢 那心里课 就跟你的评论一样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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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呢 哦 好感受一下这个妈 闭上眼睛 哎 深灰 哎 哎 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啊 保持住 好好享受这种感觉啊 好好享受 对深呼吸啊 怎么来了 哎呦 那不是脱破的脑吗 嗯 里边里边 嗯 里边里边 哎在里边 啊 啊 什么 没领存这儿 我的那张货口业不见了 哎 哎 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 江华的公文包掉在地上了 里面掉出来一页户口业 哎 咱们收拾你的 要不我现在就回去 要回那夜 哎 不不 你看你这么气冲冲的去要 能要到吗 哎 倒弄得你们父子俩生分了 就像我跟一飞一样 到现在我们俩还没缓和过来呢 妈 王伯伯 呃 好事多磨嘛 要不这样吧 把灯帮回去 我给你们装上 哎 行了 帮帮 哎 我来帮你吧 忍住吗 能行吗 哎 别看我是拿手铸刀的 那是大正的 阿姨 你儿子媳妇可真孝顺 一个电话就赶过来了 他不是我儿子 女儿女婿都一样吗 他不是你她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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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江华 你什么意思啊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照片不是明摆是吗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好了 什么都不要讲的 把话看着你老公啊 该帮的忙我都已经帮了 剩下的你自己解决了 老婆 别怪我学习 这事要是真闹错的 咱俩谁都别愿意 那么复杂的灯具 这块就给装好了 我呢大能量没有 这点小事啊还是没问题的 哎这 这爸跟刘阿姨是顶峰作案 江华跟你媳妇肯定生气 以后他们这边啊 就咱俩多帮着点 那我们就是 外姓同胞会了 爱吃东西 对啊 你看啊 你善儿媳妇儿 我呢 是 道长文女婿 我们俩都是外姓啊 那咱俩 合同一块 合同一块 哎你去哪啊 我送你呗 哦我去城北 那老公亲接好了 得爸拿药 嗯 那我送你吧 我说我过来的东西 你不认为是 嗯 怎么了 拍爆了 这附近有修补轮胎的地方吗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的 应该没有吧 这么晚了 要不我给姜花打个电话吧 这儿怎么还没信号啊 算了我自己来吧 就是可能要耽误点时间 中方给换轮胎 要不你歇会吧 哎呀 真的是 老了呀 动动就累 你才多大呀 这就老了 我女儿都六岁了 你说我能不老吗 你有女儿 怎么没见到过 这不 丈母娘要嫁人吗 一飞呢 又不愿意让孩子跟着姥姥 她又不愿意 让我照顾孩子 所以就把孩子送到老师家 去寄宿了 这怎么吃呢 我呢 是个外乡人 刚开始认识一辈子的时候 她也不是这样 后来我学车 也是她鼓励我去的 后来她去了日本 学了点手艺 回国之后呀 把她妈妈的店铺 给赶成寿司店了 这么后来 神域越做越火 脾气啊 就越来越大了 哎 别光说我呀 说说你呗 我有什么可说的呀 带在手术台 比带在家里的时间长 身上啊 全是医用药水的味道 你平时工作这么忙 家里怎么办 家里也没什么呀 我平时工作忙 姜华呢 也经常加班不回家 所以就没什么了 妈妈妈的时间了 你说什么 哦哦 我是说呀 这工作再忙呀 有的时候 也得顾及一下家庭不是吗 是啊 你老婆也不在对吧 你管 你 你不在哪儿 你走着了 我怎么走啊 你不在哪儿呢 我怎么走啊 你怎么还不见着呢 我怎么走啊 这是什么时候了 电话 你跟我走 我也跟你说 啊 哎 我再给我走 你不在哪儿 你不在哪儿呢 你不在哪儿呢 你回来了 回来的不是时候啊 说什么话 你呀 做事从来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半夜出现 我倒是挺意外的 这么往回来 我 客户包车 去城北 客户包车 业务啊 你包车钱吗 怎么 没给钱啊 什么 晚上 我去过医院 怎么有人说 你没有值班呢 哦 我去城北给爸拿药了 拿药好 拿药是好事啊 但是我知道 现在从城北回来 都这么晚了 应该没有错 那你是坐着出租车回来的 嗯 还是坐着刘老太 女婿的出租车 对吧 老婆 妈 王老头勾到我妈 他儿子叫他两头爽 完了 我和林医生就是业务上的往来 业务上的往来 亭菜 我和林医生就业务上的往去 别人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 书上是那个故事 占了很好玩 你老想 你看你都说些什么话呀这 我说什么 你让我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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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离婚 我一向都很尊重你说的话 如果你是认真的 那我可以考虑一下 那你是不是对现在的生活厌准了 对我也厌准了 张黄我承认 一开始我没说实话 是因为我当时 召集我一个人去城北 可是没有想到你去误会我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我知道 你想跟这两个在一起 没有关系 你跟他好好了 但是我现在 正处在副转正的关键时期 要你这些人 现在还不行 离婚 江华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给我戴电帽子 你问我什么意思 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好 一次不做百次不用 以前我对你那么好 可是你呢 我现在很难过 我都说了很多次了 我是怕你误会 所以才说的是我一个人去的城北 好了好了 好了我不想听你解释 走着我告诉你 我现在很烦 我想去一去 好了 李冯杰姨我已经签好了 房子餐厅归我 孩子归归 车归归 明早九点 明争取见 一向孤傲不驯的刘怡飞 无法接受母亲和丈夫的双重背叛 与曹志坤很快办理了离婚证 而王江华自此掌握了妻子出轨把柄 更加肆无忌惮地夜不归宿 离婚后的曹志坤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房住 而她离婚的消息终于还是被刘母察觉 那女的呀 说是找了一个什么大学的副教授 我说啊 新的教授啊 就是副教授 来来 这边你都看看吧 那女的呀 跟志坤 你跟志坤 跟志坤 告诉我呢 妈 那你还抱歐 跟他打扯了结婚之后 你怎么没告诉我啊 志坤他犯了什么错 你要跟他离婚 那你得问你的老旗人 说了什么话呢你 说了什么话 我也 亲 子 孩子晚上 父亲 怎么 满意 你说你别跟我一起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让我坐这床床 你才肯信吗 城市有什么样的人 就会交出什么样的子女 从今以后 你跟那个 不管是同居还是结婚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满 淡淡了 你 我想想啊 你要你老婆苗苗怎么办呢 苗苗 关系 我已经跟她说了 她外婆 是我连前的那个地方 她 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老婆 我家 给你看看 现在病人最需要的是医生 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 用事 假正经啊 是不是你也是用的这张 说什么呢你 我说 怎么现在又想来害我妈 我们 得罪你啊 莫文 你竟然怎么这么说话呀 我说的就是 穿着一身制服 一边当着白衣天使 还名牌大学出来的主治医师 您将你去把药物摄权 您将我的药物摄权 没事 并没要紧 我去找王医生 猫哭耗子架死呗 你刘安妮怎么样了 爸 刘安妮情况很不好 还在里面抢救呢 哎呀 早上在出门的时候 告诉我去打麻将 后来怎么跑到一飞的店里去了 而且还吵得战厉害 可是我妈知道了 我和一飞离婚的事吧 啊 你和一飞离婚了 雷医生 情况怎么样了 幸福送来的及时 众人的状况有所缓和 不够还得以留院观察 谢谢 我先进去的 行 行 哟 你们一大帮人 吃来笑的吗 我 你朝我这儿打一巴掌啊 刘亦菲 你打你医生了 妈 你想 小三 我告诉你 我们是离婚了 可是我们之间没有小三 我希望你保持一点疯度 不要为了你的医生了 疯度 你们俩那天晚上 三个人再混在一起 你让我保持风度 你让我保持风度 我再留风度 我也没这个气度 我跟你说你别太过分了啊 你 你们俩还挺 你们俩同居了吗 我只想看看你妈妈 虽然你们俩同居了 可我并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我妈都已经这样了 我 你俩 别太过分了 你妈现在最想见的就是王伯伯 不是你 你鬼 你谁呀 你有什么 要不也可以 我要见淼淼 不可能 爸 要不你先回去吧 刘阿姨这儿我看着 我不回去 我也不进去 我就在这儿守着探 刚才的事 对不起啊 没事 不关你的事 刚才要不是你拦着 你那一巴掌 我真就给还回去了 哎 你们 真的离了 到底是怎么的事啊 他从来都瞧不起我 他从来都瞧不起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认输 更讨厌我同意他母亲再婚的事 所以他在借庭发挥的 那最后我 那离婚我不是送的 只让我想不通的是 因为刘一飞的意识 他还在老师那儿吗 他知道我会去找孩子 所以把孩子接回来 对他忙 电点事 好像 因为刘一飞 因为刘一飞的意识口快 让刘彩秀 急火攻心 住进医院 不过刘一飞再蛮横 也无法阻止母亲 跟王大川在一起 刘母出院以后 第一时间就收拾东西 彻底绊到老王家住去了 也不知道 苗苗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今儿如果 就上去看一看吧 开门 开门 就成这个样子了 别哭了啊 乖 你吃个饱饱 你吃个饱饱 走 苗苗苗 不吃饱不听话 我刚才一点饭 吃了一个都小吃了 那也不能这么对孩子啊 那你身为大好 那给我吃一点 苗苗 走 干嘛我出去啊 你来的你 我吃孩子不行 我有天力气啊孩子 我有天力气啊孩子 我吃孩子不行 可不吃饱饱 可不吃饱饱 苗苗 苗苗 开破车的 你 苗苗说你 你不能死吗你 孩子跟着你 你不能死吗你 你不能死吗 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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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把妹妹带着这个样子 一定要把妹妹接过来 他这边啊 这么晚还死过 吃 允潔 你 你怎么来了 哦 是刘阿姨告诉我你住这儿的 下午的时候苗苗给刘阿姨打电话 说你的手受伤了 刘阿姨不放心 让我给你送点药果呀 谢谢啊 谢谢啊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进来坐会儿 喝点水 小心 你 怎么了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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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啊 啊 我们江华 原来不归家说一个人想静静 你 就是和其他的女人在一起 哦 原来你们都同居了啊 还 都在一起啊 干什么 你想像的那样 哦 你不像我想像的这样啊 你们俩身都已经在一起 都已经没关系了啊 我和我们学术交流 哦 我们什么问题啊 学生 学术交流 我还没关系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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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江华 哦 王老师 我们结束了 哦 喂喂 大婆 哦 大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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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开心啊 王江华 虽然很想把林雨贤 塑造成背叛婚姻在先 自己也是受害者的形象 没想到 玛丽一口怨气 将此事透露给校方 王江华婚内出轨 被学院取消了提拔资格 允贤也难过的跟她离了婚 王江华成了落水狗 想离开这座城市 临行前不知是愧疚 还是良心发现 她交出了父亲的那张户口也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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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照理说 你跟一飞刚离婚 我们不该这么着急着办喜事 妈 你就别说了 其实呢 你跟王伯伯这事呀 早该办了 是我拖这么久 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你 你跟一飞都离婚了 再叫我妈 不太合适 我呀 叫习惯了 改不过来了 呃 我是你做干儿子吧 好啊妈 哎嘿嘿好 你嫌弄 哦 呦 说嘎嘎嘎嘎嘎就到了 喂 什么 行 我马上过来啊 怎么了 苗苗被烫伤了啊 你这是苗苗 一天下来的 孩子你去管他叫妈妈 就在前面的病房里 疼不疼啊苗苗 真可怜 我说你怎么带孩子的 怎么会把你带孩子的 一飞 对不起 对不起 要是苗苗苗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怎么收拾你 苗苗 哎呀 我的苗苗啊 是吧 怎么了 哎呦 哎呀 一飞啊 你是怎么搞的呀 把孩子带成这样 啊 出了问题 你不找找你自己的原因 你吓唬别人干什么呀 妈 别叫我妈 当初你不把孩子给我们带 说你自己有能力 这就是你的能力嘛 啊 你的能力啊 就是吓唬自家人 欺负老实人 你要没本事带好孩子 就把孩子给我们带 啊 给你 别走我们家 一个夺走我妈 一个抢走我男人 我可不想苗苗管那个狐狸尖叫妈 我都说了 我跟智坤没关系 还说什么呀 你前夫不是看到你们俩 从那个出租屋出来吗 人赃俱货 还抵赖 刘玉飞 你够了啊 现在在医院我不想跟你闹 我也不想解释我和以前之间的关系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 自私自利 蛮横不讲理 随便赞赃别人吗 人家林医生温柔善良 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喜欢她 我就这喜欢她怎么了 我 你终于不打自招了 人家林医生这么优秀的女人 她未嫁我未娶 我怎么就不能喜欢她了 倒是你 把孩子带成这样 你还在这儿自以为是颠倒黑白 一飞啊 妈知道 之前你不同意我和你王叔的婚事 是因为你惦记着我那几套房子 行啊 妈就把那几套房子的房产权过户给你 你呢 就把苗苗的抚养权还给智坤 现在智坤是我干儿子了 我们会照顾好苗苗的 你呢 也好忙你自己的事业 你看行吗 你还是不是我妈 女婿没了 你这儿子 那你是不是 你们老两口 一飞啊 你把苗苗给我们带吧 妈妈保证带好苗苗 对非 不管你以前怎么误会 不管你怎么跳我的词 可是我爱你们的心是真的 希望你把苗苗还给我 孤注一掷的刘一飞 最终答应把孩子抚养权 交给智坤 这以后 智坤常常带着苗苗去探望刘彩秀 而隐贤离婚后 一如既往的给王大川送药 跟智坤互动频繁 两人一起替老人买早餐 一起帮老人打扫卫生 一起谈理想 谈爱好 关系越走越近 刘彩秀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那你带你到花园去玩好不好 那你给外父再见 上次啊 你的医院 你跟伊飞说 你喜欢隐贤 这事是真来讲的呀 妈 我那不是听着伊飞说话太像人 不许说给他听的吗 呦 可是妈呀 从你那话中听到了其真一切 妈 我跟伊飞离婚 真的不是因为林医生 你跟林医生相处这么久 你就没想到两人能走到一块 妈 林医生怎么会看上我这种开出租的呢 林医生 他可不像伊飞那么势力 刘阿姨 哎 你都在啊 说草草草草草草啊 爸爸 我给他送料来了 哦 那个 我带棉花下楼去玩了 哦 哎 那个 你嫌是这样的 你看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本来啊 想跟你爸呀 一起去浪漫浪漫 哪知道你爸呢 突然眼睛不舒服 这票啊 也不能浪费了 是吧 哎 去看吧 您啊 那我们去看 去看 去看 给我 现在啊 这电影就要棒饼花一样 刚出炉的时候新鲜 放在嘴里就没味儿了 我妈看电影 我妈跟王伯伯肯定不会看这种电影的 肯定是跟我们俩奉悲的 其实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男人 我也挺欣赏你的 但是 留阿姨和我爸在一块 他跟我们俩奉悲的 我破不了自己那刀卡 哇 你的女婿媳妇的呀 你怎么回事啊 我没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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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妈 妈 现在已经重新击牌了 要不就重新击一下呗 好 我看他们俩净佩的 要给我吧 我拿上去 这叫搭子卢队换牌佩 这也是皇帝不及 太监局呀 你怎么在这呢 江峰 你怎么来了 啊 说点事情 来跟我走 哎 你怎么不想问呢 我们已经离婚了 就是 老婆 你公民离开我之后 我真的非常后悔 我就在想 你那么温柔 那么深处 我怎么就把你给弄丢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 我活该 我不是人 但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能够复婚好不好 别动手人家 江峰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忘了 你以前怎么对你嫌的 现在还有脸来复婚 爸 你老是乱说话呀 我才是你亲生儿子 爸 这就帮你不帮妻 我明白 你不同意我跟他复婚 是因为你 我们离婚跟这事没关系 你不要血口喷人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 我 哪里你就想跟那屠傻子在一起 啊 你 你 你这个你也当 你也当 你也当 哎 老婆 老婆 你那你都只能替我 喂 智坤 哎 是这样的 允贤呢 他为了躲避王江华的纠缠 主动向医院提出申请 去边缘山区 进行医术交流 这一去呀 就是三年 这三年没有休假 不能回家的 什么 三年 就是啊 三年 他现在呀 正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 不好意思 问一下 去秀太子车开了吗 班长 行啦行啦不要看了 走吧 走了 哎 大家走了 走了 妈 王伯伯您怎么玩呢 你别着急啊 我早就知道允贤要到边缘山区去 提前为你计定了一张汽车票 你赶紧拿着 找吧家 有话说清楚 快 快去快去呀 谢谢妈 谢谢妈伯伯 快去 你去了 快 快 他们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这是你呀 办法多 那当然 要不然 要不然 怎么三十年前三十年后 我都能追到你呢 爸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到这儿才发现手机没带身份上也没带而且今天去那儿的票也没有了 找你去了呀 什么 他就找我了吗 他想追你回来 就是啊 他想跟你表白 他早就跟我们说了 他喜欢你 就是啊 只会啊 成天在我耳边念叨 说你怎么怎么好 就不好意思说出口呢 这可是志昆哪给允贤的第一封情书 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我是越看越喜欢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咱俩的婚事啊 加上允贤和志昆 那不双喜临门了吧 不行 志昆哪 你可没这么容易取到允贤 啊 什么呀 妈 老大夫啊 你这唱在哪一出啊 我这出戏唱的就叫 考你虚 考你一个简单的 自杠杠上花 加海底字窝 一共是多少番 这根平时不打牌 也不能说麻将题目的 四杠海底 杠上花 降对十六番 加一杠三十二番 加两杠六十四番 再加一杠二十八番 加最后一杠二百五十六番 加最后海底五百一十二番 加杠上花 一共一千零二十四番 哎 骗我啊 我没骗你 虽然我进攻麻将 但是我平时从来不打 这一点妈可以证明 对对对 我可以证明 以前她跟一飞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不打麻将的 没想到你是个高手啊 以后打麻将可要跟我一起啊 哎妈你可别开玩笑了 对了对了 你叔叔咋看对不对啊 和隐贤今天终于能走在一起 和我们二老啊 那更是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叫资产重组 搭子不对换排配 对 那可能是没太久的 那你也不说出来 웩人们的三个小伙子 在结實在 不禅